大家好,拜登首次发表讲话对中国进行反击 也就是说向中国发起了挑战 拜登说美国和欧洲必须反击中国的经济滥用和胁迫 呼吁盟友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这是在周五19号 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线上讲话时候发表的上述看法 他说我们必须反击中国政府的滥用职权和胁迫行为 这些行为削弱了国际经济体系的基础 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同样的规则 我个人认为其实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拜登首次在国际会议上提出了针对中国 要围堵中国,削弱中国 拜登首次露面是他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在国际社会上的亮相 他的政府正试图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同时避开前总统川普对北京的策略 特朗普政府试图重塑中美贸易关系 将重点放在促进北京购买美国商品上 同时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和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治精神 也疏远了一些长期与美国结盟的欧洲领导人 拜登明确表示他打算改善与美国国际伙伴的关系 我知道过去几年我们的关系紧张 对我们大西洋两岸关系构成了考验 但美国决心与欧洲重新接触 拜登在周五讲话中表示 在发表讲话之前 拜登会见了七国集团领导人 讨讨了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对策 在联合声明中七国集团誓言共同努力 让2021年成为多边主义的转折点 七国集团的声明还宣布 成员国将承诺为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提供75亿美元的资金 这是一项旨在增加疫苗获取的国际倡议 白宫周四也表示 到2022年美国将承诺投入40亿美元 用于全球疫苗的接种工作 根据声明 七国集团会议也提到了中国 为了支持 为所有人建立一个公平和互惠的全球经济体系 我们将与其他国家合作 特别是G20 包括像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 美国欧洲公司被要求向公司管理层 公开披露信息 并遵守规则 以遏制腐败和垄断行为 中国企业应该遵循同样的标准 拜登表示 拜登说 我们必须支持 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民主价值观 反对那些垄断和使镇压正常化的人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 没有立即回应拜登的讲话 在谈到美俄关系时 拜登指 这也是我们能够应对俄罗斯威胁的方式 俄罗斯想削弱欧洲项目 和我们的北约联盟 拜登说俄罗与俄罗斯的挑战可能不同于与中国的挑战 但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 他不是东方与西方的较量 这不是 我们不想要冲突 我们希望所有国家都能在没有暴力或威胁 胁迫的情况下 自由决定自己的道路 我们也绝不能回到冷战时 那种自发的反对和僵化的阵营 你看拜登的讲话可以看出来 他拜登实际上不想重新回了冷战 但是拜登他也承认要直面竞争与挑战 所以我觉得拜登是非常聪明的 他也看到了中美关系 美俄关系里边的这种复杂性 所以他并不想让中美关系和美俄关系僵化 回到冷战时期 不想直接的对抗 但他要面对各种挑战 特别是中国的崛起 还有俄罗斯的威胁 我觉得这次讲话 拜登明确的向盟友提出了一个信号 就是美国回来了 美国希望联合着盟友一起跟中国进行竞争 但不是冷战 这个拜登已经明确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讲话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一次讲话 我觉得可以指导未来四年拜登所有的政策 大家从这个讲话里边可以看到 未来四年拜登所有的行为 他就是围绕着这一点 第一不升级成冷战 不会与中国与俄罗斯进行冷战 第二与中国和俄罗斯要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 用所有手段 所以他绝对不会手软 而且他要联合盟友 那也就是说 拜登会做他能做的所有事情 针对中国 所以未来拜登会出台很多针对中国的政策 大家也不要觉得意外 会觉得拜登突然对中国 对中国的不那么友善了 对中国也不那么使用和平手段与中国交往了 甚至有一些咄咄逼人 我觉得可以理解 拜登这个话已经讲上来了 中国有些行为 他认为是破坏了国际体系 要逼着中国就范 另外与俄罗斯的竞争也会加剧 所以第一点 我认为与中国的竞争在经贸领域 在经济上 特别在国际体系内 各种制裁 各种打压会加剧 第二在欧洲方向 与俄罗斯的直接正面冲突会加剧 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个方向 很可能会爆发战争 北约包括美国会在乌克兰方向使劲 俄罗斯一定会反击 那在乌克兰方向 拜登这四年很可能会爆发一场冲突 就是热战与俄罗斯 与中国进行经贸 还有一些这个科技 也包括一些宣传上 你说新闻战也好 各方面的这种挑战 与中国方面会进行 但不会进行热战 那也不会进行冷战 这是未来四年 拜登我觉得他的政策的 一个主体的脉络 这次节目一可以讲话 是拜登首次在国际 国际场合 提出来对中国 还有俄罗斯的看法 我觉得也是一个宣言吧 未来四年 美国的首要竞争对手 中俄 中国和俄罗斯 美国还是要联合盟友的 咱们中国人心里要有数啊 这个拜登虽然对中国 有些很友好的行为 但是他是美国总统 他有些政策 还是要为美国利益服 这个我觉得中国呢 咱们中国就要很巧妙的 化解 很巧妙化解 尽量不要跟美国形成正面冲突 还是 我觉得 政治上的交往 另外呢 共同利益上 进行交换 这才是对的 因为你能跟美国进行一些政治上的交换 利益上的交换 你就可以化解美国很多对你的这种打压 因为美国也是希望自己的国家利益之上 他对中国是竞争关系 又有合作 你合作如果多了 大于竞争了 所以你这四年获得也会很轻松 要多合作 尽量化解这种矛盾冲突 这四年就平稳了 其实中国呢 只要能平稳的度过 未来这四到八年的时间 中国GDP超越美国 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这四到八年 对中国来说非常关键